第七百九十六章 此生最后的拥抱 其实我希望是因为她对我也有感觉 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可以的 可是我不敢奢望 你和他们不一样 四姑娘开口了 我在这尘世走了几千年 经过不少自有多磨难 也见过不少精彩艳艳的人 但是你不同 四姑娘的评价让我心中直跳 她的声音如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让我觉得身处幻境一般 你不会因为磨难而扭曲 这些磨难只会让你更加内敛 但是你依旧保持着初心 这是我欣赏你的原因 四姑娘叹了口气 说 还有你的心思 我也明白 什么 我猛然看向她 也像我很少敢直视的 因为她给人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 可是这一次 她慵懒地坐在那里 似乎只是一个普通人 身上的气场全部收敛了起来 她这句话一出口 整个人身上冷漠的气质更加少了 反而有些柔和的样子 我一直住激动 就这么望着她 她也望着我 两久她笑了笑 我只觉得浑身血液都伴随她的笑沸腾起来 我对你 不能说没有喜欢 轰的一声 四姑娘的一句话 让我浑身血液都冲上脑袋 可是我依旧保持着理智 我知道她的话不算完 因此我依旧冷静地等着 等着她后面的话 果然她叹了口气 可是我们并不属于一个世界 若你是阎王爷 我们 她的话戛然而止 随后便掐断了话头 这次之后 我怕是要离开七零一了 我问了她一句 彻底离开吗 她点了点头 说她入室太久 时间也不多了 我瞬间反应过来 她的意思是说 她的寿命到头了吗 她看我震惊的样子 不由得掀气一笑 说放心 即使是不多了 也最起码还有几百年 我松了口气 至少 至少她会活着 不 四姑娘摇了摇头 说 我并不想这么活着 长安 你是幸运的 你们都是幸运的 在短暂的几十年的寿命里 尽其所能地 做着有意义的事情 至少死的时候 不会有遗憾 我明白她的意思 几千年的时间 实在是太长了 长到她还是觉得 虚度了光阴 她再次开口 说 所以 你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我看着她 没有回话 半晌后 冒了一句 我能抱抱你们 她今天这番话说出来 我就知道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可能 她会走 离开这里 接下来是去茫茫沙漠 安挨雪山 还是隐世 永古 谁都不知道 可是她不会再来见我们 不知道是什么 促使她做出这番决定的 但是我知道 她这么做 必然有她的理由 所以我不能逼她 闻出这句话之后 我浑身颤抖 我想要控制住 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 我 我冒昧了 好 我和四姑娘的话 几乎同时出口 我猛然看着她 就见她缓缓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床上站起来的 我只知道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抱住了四姑娘 她很瘦 瘦得让人心疼 我抱着她 眼泪断线一般地往下流着 我知道 这是我这一辈子离她最近的一次了 大约半分钟 我放开了 我舍不得放开 可是不行 我不能让自己这么沉溺下去 也不能让四姑娘尴尬 我缓缓地说 四姑娘 你要多保重 她点了点头 最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说这是她给我的 我看了便会明白 我接过纸 焦急地问了一句 你现在就做完 她看着我 随后点了点头 说 不过 我和老烟之间 还有最后一次约定 所以若是你们再出任务 或许 我会回来一趟 她给了我希望 但又好像没给 我摸着手里的纸张 想起刚刚抱着她的样子 只觉得一切都迟了 等我缓过神来 我才将手里纸张打开 随后我便觉得 刚刚实在不该 短短半分钟就放开 她对我的感情并不浅 纸张上是玄天北斗珠 血玉 甚至是忘记武术 这些绝学的讲解 她讲得很细 几乎是将她知道的一切东西 都和我说了一遍 我很愧疚 竟然一直觉得她一场高冷 我的喜欢 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可是看到她对我做的事情 其实我才是那个 完全没有付出过的人呢 我将纸张揣在怀里 躺在床上休息了半个小时 将思绪整理一下 便出门了 五天的时间 今天是第一天 而看这个天色 这一天也快要结束了 两个证人的地址 其中知道刘寒秋 父亲死亡真相的那个老人 离这里特别近 走着过去 大约也就半个小时 我也没有选择开车 因为我得想想该怎么办 以刘寒秋那老狐狸的性格 我是不太相信 他竟然会留着这么一个证人的 所以这个证人手上 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真相 或者说 他是不是刘寒秋 故意用来钓我们的鱼儿 我都得谨慎考虑 半个小时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这条路又比较偏僻 我一个人走到这里 倒是很适合思考 从我看到那一堆乱糟糟的茅草屋之后 心里也有了底了 这是燕京最贫穷的地方 我实在难以想象 这个时候还有人在茅屋里面生活 这群茅草屋是燕京有名的贫民区 我听说过这里实时就空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幼病残 我到的时候已经是天擦黑的边缘 整个区域都非常的安静 静得仿佛没有人生活在这里 我隐在黑暗里 就这么盯着平民区 猜测着那样一个老人 应该会住在哪里 其实根本就猜不出来 因为这茅草屋全是一样的东到西歪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修缮这样一个地方 只能进去一家家的看 而且就算看了 也未必就能知道是谁 因为出了名字 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再等等吧 我摸了一根烟 点燃抽两口再反应过来 我竟然也习惯抽烟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最后猛地吸了一口 烟去了一小半 我看着明灭不定的烟头 却觉得非常的开心 时间慢慢地过去 眼终于全黑了 这么长的时间内 这里面竟然没有人出来活动 想必都早早地睡了吧 我掐灭了第三根烟的烟头 将烟底扔在地上 随后慢慢地进了平民区 第七百九十七章 出击 分然六爪 没有任何声音 一片死气 要不是我也曾听说过这个地方 根本不可能进来 因为这太像是一个陷阱了 我一间茅草屋 一间茅草屋的搜索 有些茅草屋里没人 有些有一两个老人 全坐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在睡着 我甚至怀疑 他们有的已经失去了生命了 我不知道什么感觉 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凉了 这些老人 他们有些是没有子女 有些确实被子女丢弃了 砍了一圈之后 我缓缓地坐在一间茅草屋后面的草垛上 就这月色打量我面前这间茅草屋 这里面躺着一位老人 头发已经枯黄 和老燕说的年纪差不多 最关键的是 他是唯一一个做了防护做事的 其他老人的茅草屋没有任何的阻拦 随便谁想进便能进 可是眼前这个茅草屋 门后撑了东西 要不是我及时收住了手 现在已经惊动了里面的老人 可惜的是 这样的防护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稍微往边上挪两步 别能从塌陷的口子里 看到他躺在地上的身影 之所以没有进去 是因为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询问 直接逼问 说实话 面对这样一个老人 我有些做不出来 可如果不逼迫的话 他会说出事情了 我还没想出个所以然 突然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远方传了过来 我浑身一震 这个地方 还有谁会这时候来啊 我往两边一看 没有躲避的地方 不对 有一个 我看着身下草垛 动作迅速地 轻柔地挖了一个洞 随后整个人就钻了进去 钻进去之后 我在草垛上挖了一个洞 这样便能看清楚 外面的东西了 做完这一切 脚步声已经临近 听着声音 这人似乎在寻找什么 难不成 他和我的目的一样吗 一道熟悉的声音出来 是303那个最年轻的天才 也行 出来吧 糟了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丢了烟蒂 该不会是因为这个细节 暴露了身份吧 答应了 不过我没有出去 因为我相信 即使他知道 有人来过这里 也不确定 我藏身何处 所以我非常地冷静 就这么看着他 慢慢地出现在 我的视野里 果然是野形 他的头发 依旧将眼睛挡住 但是我能感受到 他眼睛里面的光芒 他缓缓地走过草垛 就在我视线对上那一刻 我的心蓬蓬直跳 他的眼神实在是 太具有穿透力了 这么大点的孩子 仿佛历经万事沧桑 眼里能够看穿一切的光芒 我看着他 他也在看着我 我握紧了拳头 最后缓缓地松开了拳头 手整爪装 计算着 如果我从这里冲出去 能够有多少的迎面 这个野心玄乎得很 我没见他出手几次 但是给我的印象 都是非常的深刻 难道是我感觉错了 他突然喃喃一举 我的精神却变得 更加紧绷了 感觉 我琢磨着这个词 他是靠什么感觉的 我将血液从脖子里掏出来 他微微泛着红光 看起来就很不祥 四姑娘告诉我 血液能够压制住 我身上任何一种气味 难不成是因为这个吗 野心缓缓地走上前 伸手就要掀草垛 我将血液往脖子里一塞 就要冲出去 你终于来了 一道沙哑的声音 让野心掀草垛的手一顿 也让我的动作一顿 我微微做了缩身 看着野心转过身 他虽然挡住一部分视线 但是我还是能够看到那个人 刚刚躺在茅草屋里的老人 他拄着拐杖 勾搂着腰 看起来异常的哀笑 野心没有说话 但是他的手却微微地抬了起来 我心中一动 他们这是要杀人灭口 你们要杀了我 老人倒是没有害怕的情绪 反而像是等了很久一般地笑了 也是 这么些年了 那一位应该也睡不着吧 野心这回开口了 问老人有没有话要说 老人摇里摇头 说 年纪大了 很多事情就忘了 原本想要带进棺材 现在连这顶棺材本都没有了 我琢磨着他说的话 虽然他说忘了 可是我根本听不出一丝一毫忘了的意思 分明是他还记着 但若是野心今天不来 他也不会说 一年结大了 这些年也活够了 野心淡淡地说着 语气没有起伏 我皱着眉头 若是我现在就冲过去 或许能救下这个老人 但是也会暴露 若是不出去 这条线索可就断了 野心的手已经完全抬起来了 那是一把枪 装了消音器的枪 其实没有必要 即使在这里开了枪 那些宫寡老人也未必能听见 就算听见了又如何呢 野心语气很轻 说 一路走好 砰的一声 枪声响起 可是野心却没有打中 我最终还是没有看下去 飞刀射中野心的手 他猛然回头 看到我的一瞬间 他笑了 你果然在这里 我冷笑一声 说 你们杀人灭口的本事 倒是见长啊 野心没有再说话 他直接冲了上来 诡异的眼神盯着我 那一瞬间 我仿佛不能动了似的 七零鸟的天才 他欺净我 欲气冷漠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头 不动声色往边上让一让 同样冷笑着说 天才 谁不知道 303除了你这么个天才 可惜呀 你们都是不足人士的禽兽 这个空档 我转头一看 那老头还站在原地 似乎刚刚的枪响 没有给他造成任何的影响 他就这么看着我和野心 那眼神有些奇怪 野心的攻击越来越灵力 他用的是一柄尖刺 很锋利 却不大 在攻击中看起来非常不显眼 但也确实最容易被忽略 容易被他偷袭成功 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几乎招架不重 飞刀在短距离攻击中 失去了优势 枪就更加不可能 有机会拔出来了 速度上被压制 我只能处于被动 实际上下去不行啊 当他的尖刺再一次划破我的衣服 我短暂地停住 再次踏出去之后 我已经使用了定海七步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四姑娘说的熟练使用 定海七步胜在身法 其实并不快 但却能以快克慢 野心的速度 在我使用步法之后 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随后我无止成爪 施展定海七步 直接贴近野心 不给他离开的机会 直接狠狠抓在他的腰部 他的速度完全靠腰部施展 只要上了他这里 我便有了机会 我的手直接抓在他的尖刺上 没有想到他的反应 竟然如此快 一招不成 我立刻后退 因为我并不擅长缠动 要的就是找准机会 然后给他致命的一击 这招数有点意思 他看着我 目光别有用意 是你们刘家的 我皱了皱眉 旋即便明白了 刘汉秋好歹也是 老刘家旁之 知道一些东西 也不足为奇 野心开口说 正好主任对这些东西 感兴趣得很 今天就一并给他带回去好了 我看着他好半傻 然后笑了 说 你倒是很有信心呢 第七百九十八掌 野心的底线 野心点了点头 说 自然 我愣哼了一声 刘汉秋 觊觎新冠药诀 不是一天半天了 当年若不是四姑娘 我不可能过得安生 现在 他难道是知道了什么吗 否则 怎么会如此 明目张胆地 来夺我的东西 不过我面上 却没有说什么 只是身法走得 越来越熟练 五指带着 邻里的杀鸡 划破风声 抓向野心的周身要害 这才是 分山六爪的厉害之处 不是兵刃 却胜死兵刃 杀人于无形 野心的功筋 越来越诡异 还有时候叮嘱 明明没动 我就感觉 有什么东西 在我眼前晃悠着 甚至于 我好像看到两个大 刘长安 你不配为刘家人 主任才配 野心的声音很冷 在月色朦胧的夜间 让人觉得发凉 我看着眼前这个 已经成为好几个人的野心 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 所有的幻境 都是故弄玄虚 先前那个老人 已经看不见了 我明显是陷入了 大道幻境 野心是这方面的高手 我早就领教过了 可是我并不害怕 因为自我进入701以来 接触最多的便是幻境 俗话说 久病成两一 我被这幻境困得多了 也知道 应该怎么解决才是 所以我并不慌张 那若是用其他的 我可能还会担忧 可是幻境 我并不怕 因为幻境最高明的 便是让人不能发现 一旦发现是幻境 这功效便会大大折扣 现在便是 大约一分钟之后 我重新睁开眼睛 就见四周的一切 都还是一样 但是却有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 朦胧之感 叶星缓缓地接近我 语气冷漠地说 你凭什么将属于主任的东西 给夺走 夺走 我呵呵嘲笑 双手放在一起捏了捏 声音比他更冷 刘汉秋作为小小旁戏 不仅禁于我嫡系的传长 还屡次迫害 怎么对得起 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 可是叶星却不听 仿佛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境地 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那就是 他又将属于 刘汉秋的东西 从我这里夺回去 叶星 我喊了一声 你不是刘汉秋的人 你是303的人 而303属于国家 我稍微放缓了语气 因为我看到他的样子 就像是几年前的我 而且我分明记得 之前的野心 不是这般是非不分的 可他似乎没有听见 只是缓缓地靠近我 然后举起尖刺 直接要下杀手 我闭上眼睛 没有躲 咔嚓一声 像是空气爆破的声音 然后是重物跌落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 就看到叶星躺在地上 他看着我 满脸的疑惑 我淡淡地说 想问我 为什么不躲吗 他没有回答 但是我知道他的想法 于是我苦笑了一声 你也并不想杀我 不是吗 他闭上了眼睛 不再说话 大约过了五分钟之后 他才从地上爬起来 慢慢地往来路走去了 我不杀你 但也不会允许你 对主任不利 好自为之吧 我看着他的背景 四周的一切 渐渐地清晰 老人又出现在 那个位置 这样的幻境 实在是很高明 几乎是杀人于无形 可是他最终 未能下手 是我刚刚 突然想明白的 因为他一开始 就已经看到我了 在他使用幻境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地方从我进来之前 就已经被他的幻境控制了 他不说破 是因为他只想灭口 只要我乖乖躲着 他也不会为难我 最后我还是出来了 但他却没有选择杀我 虽然我不会 轻易地被他杀了 但若是他执意杀我 我估计是 两败俱伤的局面 野心还是野心 他知道刘寒丘不对 但是他还是选择 报答刘寒丘的恩德 只不过 他是有底线的 我知道这条线算是断了 老人虽然没死 但是我不知道 野心对他做了什么 他整个人 已经是说不出话来 我问什么 就好像听不懂的样子 算了 你跟我走吧 我看着 似乎已经傻掉的老人 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无论怎么样 人我先带回去 让老烟看看情况再说 因为老人走不快 我只能背着他 一路回了七零一 什么情况 我刚进七零一 便和深夜还没睡的老烟 撞到一起 我将晚上发生的事情 简要地说了一遍 老烟的脸色变了 最后赶紧和我一起 将老人带进办公室里 老人已经睡着 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 就像是个木偶 老烟也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 只是我联系昆布 明天来看看 老烟皱了皱眉 说 没想到刘寒秋的动作 这么快 看来另外一个 也要抓紧了 我身以为然 明天我便去一趟 谁知老烟却摇了摇头 说来不及了 那个夜星估计离开平民区 便直接去了 另外一个地方 我猛然站起身 就要冲出去 老烟一把拉住 冲我摇里摇头 说 算了 你就算现在过去 也来不及了 我固执地说 不 总要去试试的 老烟摆了摆手 说没事 倘若昆布能够治好老人 便能证明 刘寒秋父亲的死 不是意外 那么刘寒秋 再对国家有贡献 国家也不能容忍这种是负的小人 我默默地坐下 心里却不是滋味 这么重要的情报 七零一想必是费了很大牺牲才拿到的 可现在却断了 我实在不该和牙仔去哪一趟啊 老烟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说 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 什么 我额脚一跳 老烟叹了口气 说 刚刚接到通知 我们怕是又有任务了 我奇怪地问 七零一不是一个月内 不能踏出燕京半部门 老烟摇了摇头 说 这次事关重大 上级部门也不得不破例 事关重大 我皱起眉头 怎么这么巧合呀 上次昆仑一行 也是在我们即将找出刘寒丘最正的时候启动的 这次虽然受到阻碍 但到底我找回来个老人 也算是一条线索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竟然冒出这么一个任务 逼得我们不得不离开燕京 我狐疑地看向老烟 他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刘寒丘这狗兔子还真是有点闲门呢 似乎老天都在帮他 什么时候走啊 事已至此 我们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老烟看了看天色 说明天中午吧 还有一上午的时间准备东西 另外看看这老头子到底能不能救回来 我望着寒睡的老人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觉得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老烟似乎还有其他的事情 嘱咐我在这里看好老人 便匆匆离开了 看他急匆匆的样子 我知道他说得事关重大 怕不是假的 我靠在椅子上也不敢睡过去 老人有一丝业豪动静 我都会惊醒 要是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又会惊醒 生怕他就这么睡过去了 就这么折腾了一夜 在看到老烟领着昆布回来的时候 我这心终于舒坦了一切 老烟让我抓紧时间睡一觉 我也没推脱 这一夜实在是比不睡觉还要难受啊 我打着哈欠就回了宿舍 一觉睡到牙仔来踹我起床 赶紧收拾东西了啊 马上就出发了 他将我踹行之后 丢了一句话 转身又跑了 估计也是忙着收拾东西 我的行李差不多 这次我多带上一样东西 传云剑 这是云七给我的 我知道我不会用 但不知道为什么 竟鬼使神差地将这个给带上了 等我和老烟他们集合的时候 他们看着我 再反应过来 不过我也没有拿回去的意思 走吧 老烟一挥手 我们几个便钻进车里 这一次 何新成员一个不缺 连已经决定去国家考古队的许教授 也在其中 第七百九十九章 广川王流去 我坐在老烟边上 低声问道 那个老人怎么样了 老烟看着我 然后摇里摇头 我便闭了嘴 随后闭目养神 老烟 这才什么情况啊 不是让我们不要离开燕青吗 这才几天呢 邱小姐语气很重 想必是对上级部门 非常的不满 也是 上级部门一来 让我们不要离开 这才没几天 就让我们赶紧出任务 压在身上的伤 都没有完全养好 也难怪让人生气 老烟脸色凝重地说 湖北省考古队 发现了刘去目 刘去目 我瞬间睁开眼睛 那个盗墓大王的魔 根据史书记载 刘去是大汉皇帝的曾孙 在去世时 曾被封为广传王 拥有自己的一方封地子民 这个刘去 虽身为忠后王 世界上最喜欢的却是 挖掘古墓 关于他的平生 在盗墓这一行内 是津津乐道 有些盗墓门派甚至将他 封为盗墓的祖师爷 相传流去的封地内 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 古墓群 他便聚集一些无聊的贵族少年 一边打猎 一边盗墓 做事放荡不羁 毫无道德底线 他将墓主人的白骨 丢到山里喂野狗 将之前的陪葬品 全部搜刮一空 当然 他盗墓 为的也不是钱财 有时候他收获甚小 但他在乎的 只是盗墓的游戏过程 至于结果怎么样 他是不放在心上的 而且刘去这个人 性格残暴 生性多疑 身边的戈鸡下人 一个不如意 便会被他虐杀掉 比如有一次吧 他怀疑自己的爱鸡 容爱跟人幽会 便将其绑在柱子上 用烧红尖刀 弯掉他两个眼柱子 再割取大腿肉 最后 用融化的钳 灌入他的口中 活活将他给折磨死 短短几年内 刘去虐杀上百位无辜之人 最终被大臣弹劾 汉景帝废除了他的王位 心灰意冷的刘去 在流放途中病死了 据刘去后来 向查案的官员供述 他挖掘的古墓 多得无法统计 其中墓葬形势各式各样 有活葬 有白活葬 有兵玉藏 后者将这些记录下来 其中有一些奇闻异诗 现在听起来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在脑海中过了一遍他的事情 黑黑笑道 就说他的某被发现 那些人必定搞不定吧 刘去自己就是个盗墓大王 唯恐死后被人抛尸晃眼 于是在生前便精心设计机关 防备盗墓者在他死后打扰长眠的亡灵 作为盗墓大王 他实在是太清楚盗墓贼的那些手段 所以他设置的机关 寻常人根本就无法解决 老燕瞪了我一眼 说人家靠古队没法解决 也不用你这么幸灾乐祸呀 我从了从前 转移了话题 就说 他的墓里估计有不少的宝贝吧 他生前靠到墓来的那些东西 想必都被带进墓里面了 老燕点了点头 说现在距离情况还不清楚 等到了湖北才能确定 车子一路上以最快的速度开进湖北 之后在湖北一绕 直接进入实验室 也就是此次的目的地 车子在市里街道上 缓缓地向前 等停下来的时候 我往外一看 是一家百货商店 这种百货商店 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里面的种类很是丰富 有常用的牙膏脸盆 白酒罐头 糖果酸三色等等 我随口笑道 怎么 你们谁要买东西啊 老燕无奈地按了一下我脑袋 你可看清楚点 这百货商店边上可都站着无情呢 其实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但是不敢相信 此次我们的目的地 竟然是一家百货商店 这和我们以往探险的地方 怎么都不搭呀 你来了 一道浑厚的声音出来 我探过头一看 只见一个戴着黑矿眼镜 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的青年人 满脸惊喜地拧上车来 我们下了车 老燕上下打量这人 这位同志士 青年人立刻自我介绍 我是考古队的李平 师父在里面 知道您来了 特意让我在这里接待 我们没有说话 因为一下车 我就感觉到了 这里气氛不通寻常 百货商店原本开在 很好的路段 附近都是居民 可傍晚时端 却没有任何人光顾 虽然不时的 会有人从远处探过脑袋 但是却无人敢靠近 老爷抿着唇 也没有多寒暄 跟着李平 便进了百货商店 百货商店里面的柜台里 依旧摆满了商品 只是一股恶臭 扑鼻而来 让我们无法专心地观察 几个人像是 从后厨地方钻了出来 看起来非常狼狈 身上也全是熏人的味道 您就是从燕京方面来的 专家吧 当中一位看起来 和老燕差不多年纪的人 想和老燕握手 但是身到一半 又松了回去 笑呵呵地询问 老燕点了点头 说想要进去看看 这人连忙摆了摆手 就说 都这个点了 大家也都饿了吧 我们找个饭馆 边吃边聊 这边也正好跟您 反映一下具体情况 老燕想了想 觉得也是 目前我们对这墓葬进度 还是抓瞎 进去看也没有用 于是我们一群人 浩浩荡荡 沿着街道走着 进了一家 看起来还不错的饭馆 那几个从后厨钻出来的人 让李平先招待我们 最后便走进 隔壁的旅馆洗澡 十来分钟之后 他们再出现的时候 一个个都换了衣服 看起来比刚刚舒服多了 菜已经由李平做主点好了 不过我们间里迢迢来 也不是为吃一口菜 因此还没等上菜 就开门见山 问什么情况 哎呀 话说来可就常怜 考古队的队长 也就是刚刚那个 要和老爷握手的老头 沈建国 叹了口气 大约在一个月前 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家百货商店 就出现怪象 不管工人 将卫生做得多好 每天都能闻到 腐烂的臭味 这不仅影响到了 百货商店的声音 也传出了流言蜚语 外面都在传 店主杀人藏尸 就连现在考古队 已经接管了这里 流言蜚语还在传着 因为考古队 有保密措施 在一切还没搞清楚之前 不能将古墓的信息 告诉群众 因此只能将店主一家 暂时保护起来 只说不是杀人事件 我听了觉得怪一样 不过沈建国 没有吊人胃口的习惯 依旧往下说着 我便也没有将疑问 问出口 当时店主 被这臭味搞得也没办法 将店内商品柜台都腾空了 可依旧是没有发现 随后他只能 硬着头皮继续经营 可是这股恶臭 却越来越明显 最后他们忍着恶心 一点一点排除 终于在后处的下水道处 发现了一个坍塌的洞口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 发现得晚 因为下水道有恶臭 本就是正常现象 一开始 有些恶臭的时候 谁都没有怀疑 店主担心 真有人杀人 抛尸在下水道 因此就赶紧包了井了 公安以来 没有看到尸体 沿着下水道 坍塌了洞口 往里面一看 便知道是古建筑 这才惊动了口鼓队 沈建国带着口鼓队入驻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经过他的判断 这分明是罕见的西汉古墓 而根据洞口流传出的 一些陪葬品和碑文 他能断定 这便是传说中 广川王流去之幕 大家都是同行 你们也该知道 我看到这座墓的时候 该有多么的兴奋 沈建国眼睛发光 随后这光芒又消失了 可是 我们没这个本事挖掘呀 他拍了一下桌子 服务员正好进来上菜 被他吓了一跳 老烟盲笑着说了两句玩笑话 服务员这才怂了一口气 在菜上全之前 我们就没有再说相关的话了 一来是我们需要消化一下情况 二来也是怕被服务员头听到什么 第八百章 韩师金吕玉衣 菜上全之后 我们倒是没什么心思吃饭 那几人却吃的是狼吞虎咽的 我看着他们 也佩服他们的心理素质 他那样臭气熏天的地方 待了这么久 吃起来倒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开了一路的车也累了 跟着吃了几口之后就没什么精神 老烟开口说 今天天色已经很晚了 有什么事情要不明天说 可是我们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神剑国灌了一口酒 突然闷声说道 是我害死的 师父 李平喊了一声 最后慌张地向我们解释 你们不要听我师父胡说 和他没有关系 老烟压了压手 说放心 我们接触多了 明白什么意思 李平叹了口气 安慰了他师父两句 这才缓缓地说道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堂堂考古队 居然连木门都进不去 那里面有个翻板机关 人一进去就会被绞入 那两个同志 他们的血肉 还粘在翻板之上 可是我们却没能救他 李平的声音有些无奈 也有些悲痛 我看向老烟 心中有些诧异 我倒不是怀疑他的画的真实性 而是诧异这座墓的难攻程度 考古队和盗墓贼 有时候真的只是一线之客 他们手上的本事也是不会少的 不可能连墓门口第一道机关 都没办法突破吧 还搭上两个人 老烟却不动声色 他看了一眼李平 随后又看了一眼 以北岛的沈建国 最后缓缓地说 你们先送他回去睡吧 我们去一趟 办货商店 李平立刻说 我陪你去 老烟示意他还得照顾沈建国 李平摸了摸脑袋 说如果让师父知道 他没有陪着我们去 估计要被骂得更狠 更何况很多细节 我们都不清楚 确实也需要他的解说 老烟点了点头 另外几个考古队成员 加着沈建国回了旅馆 李平结了饭钱之后 我们便不行 会败货商店 李平突然开口 说 师父觉得 是因为自己 太急功近利 所以才害死那两个同志 他看着空荡荡的街道 脸上全是无奈的闪色 说 其实他知道 这怪不得任何人 无论是哪支考古队 遇到这么大的古墓 也不可能保持冷静 挖掘的决定 是整个考古队做的 不能怪任何一个人 老烟淡淡地说 是因为 寒师金吕玉仪 李平先是一惊 最后笑了笑 也是 您知道 也不奇怪 我心里一惊 掀起了惊涛海浪 但是面子上 却依旧是平平淡淡的 盯着他们两个交代 刘去是中国历史上 最臭名昭著的 盗墓大王 他虽贵为诸侯 却以杀人为乐 甚至连自己的侍妾 都不放过 同时 他还常常在黑夜 带着自己的部队 四处盗墓 后来皇帝 降罪于他 刘去被流放途中病死 可是他死后 下葬所穿的衣服 据说是一件宝物 一件质宝 这件质宝 便是寒师金吕玉仪 虽然他是在流放的路途中 死去的 但是他有一批忠心的部下 将他的尸体安葬在 早就修建好的陵墓里面 老燕点了点头 说刘去身为盗墓大王 他的陵墓器官难破 也是人之常情 再加上还有一件 汉室金吕玉衣 怕是这器官更加难上加难了 李平不大好意思地问 那您有把握吗 老燕看着他 嘴中摇里摇头 他的神色让我明白 他并不是在藏桌 而是他真的没有把握 也是 七零一在进入每一座墓之前 都不是有着绝对把握的 应该说 能让七零一进的墓 都是世间的凶险之处 李平了然地点点头 说 也是 我们连墓门都不看入 文这样的话 实在是冒犯 老燕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说也正常 你看我们这几个 是从燕京过来的大人 自然以为我们是无所不能 不过年轻人 你得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 切尽有把握 这 李平有些迷惑 但是老燕却不再说了 因为百货商店已经到了 李平也只好收了话筒 带着我们进了百货商店 然后打开后厨 后厨不大 本来是装不下我们这些人 但是考古队将后厨的一面墙给拆了 直接连到街上 再搞了一下瓦片给围起来 这样一来 这片空间就不算小了 李平带着我们走到那个下水口的位置 就说 你们现在要下去吗 下水道口已经被挖开了 一股股恶臭钻入鼻孔 我差点连刚吃的饭都吐出来了 老燕这个决定做的实在是太差劲了 好好地吃过饭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呀 但是他却好像没事人一样 看了我一眼 最后问李平 下面目前是什么情况 李平声音很平静 但是我能听出他有一丝不甘心了 我们的人都是白天在这里待着 寻找入木的方法 不过因为那两个同时的牺牲 这两天我们也只敢研究一下边缘的碑文 也正常 若是这座木由他所在考古队挖出来 那他们的地位立刻水涨船高 抛开这个不谈 每一个考古学者都希望能够亲手挖出震惊世界的国宝 不过好在他们还算有点理智 折进去两个人之后就立刻收手了 只要是他们不知收手 现在我们来的时候 还不知道考古队能够剩下几个人呢 老燕突然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这是白天下去 我之所以觉得奇怪 是因为考古队白天工作是正常的作息 毕竟做这一行的也是有所忌讳的 再加上除非是木已经被挖掘 需要没日没夜鉴定才会赶时间的 这里的木没有被挖掘出来 倘若他们不想独揽功劳 甚至白天都不用下去 只要等着我们过来交接便是 可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 却让李平脸色赫然就变了 他顾左右而言他 可是老燕却不给他机会 反而是咄咄逼人的说 说 为什么 李平虽然三十出头 和昆墨年纪差不多 但一看就属于一路比较顺畅的 读了书之后 就跟着沈建国这个师傅 没有经历过大事 所以被老燕这么一问 他就慌了 没什么原因 就是害怕 害怕 老燕依旧是没有放过的 语气森然的说 是害怕 那两个人变成鬼 来找你们索命吗 李平愣出来 他仿佛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 随后摇了摇头 说 不是的 不是的 随后竟然竟自跑掉了 那样子仿佛有鬼 在他后面捉一般 我看着李平的背影 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这只考古队有古怪 老燕点燃一根烟 站在下水口 笑道 没什么不对劲的 他不过是做贼心虚 做贼心虚 我不解的看向老燕 这李平看起来一副很老实的样子 老燕怎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呢 老燕将燕帝踩灭 最后轻声说 他和神建国有问题 我们还是暂时不要下去了 不过老燕也不让我们离开后处 说是这样可以迷惑靠古队 让他们以为我们下去了 我越顶越疑虑 不解的看着老燕 问他到底是有什么依据吗 听他们的流程并没有什么问题 是百货商店发现不对 这才报了警 之后也是公安让他们过来的 按照这个时间线 行虚是在出事的一瞬间 他们就已经汇报给了燕警 我们立刻便杀到了 也就是说 他们至多比我们提前三天到 难不成三天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不成了 老燕摇了摇头 说他只是猜测 再看刚刚李平的反应 加深了他的猜测罢了 希望我的猜测不转弯 大家都是为国效力 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怀疑 就给他们扣上帽子 老燕叹了口气 虽然他这么说 但是我还是看他的样子 似乎已经笃定 这两个人有问题了 我们顶着臭气熏天的味道 他这里足足待了一个小时 这才出了百货商店 一旁有来换班的武警 他们看向我们是瞒目的怀疑 好在被换下的武警还没有走 和他们解释几句 这才放我们离开 我们住的地方 是沈建国他们安排的 就在他们的旁边 他们七八个人三个房间 我们这一批人也是三个房间 因为房间不够 邱小姐也只能和我们 凑合凑合一块睡了 牙仔一进房间 将背包一放 就开始不要命地问道 哎 邱姐 你怎么不和昆布一个房间呢 邱小姐没有说话 直接用力敲了一下牙仔的脑袋 叫她不要乱问 牙仔却没收脸 笑嘻嘻嘻地说 哎 我知道了 因为邱姐害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